中国在这次巴黎冲突中的态度 我想强调这么三点 第一就是中国在支持巴勒斯坦 实现自己民族权利这个方面 中国的态度是从来没有变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到现在 第二就是中国反对任何伤害平民的 这样一种暴力 不论你来自任何方面 只要是伤害平民的暴力 我们都是坚决的谴责反对 第三就是对于以色列 现在带有集体惩罚 或者说过度使用武力 违反超出了国际法的限度的这个行为 我们是可以谴责 中国的这个态度实际上 当然以色列是不满意了 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已经影响到了 以色列对中国的态度 但是这个对中国来讲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是处于事件的是非取责的 来有基本的判断 以色列兴的 然后当然